NO-10 传越火线 该片是以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发生的5日战争位背景 透过母亲的视角 讲述战争背景下一位年轻母亲之身奔赴战场 历经救死一生救出儿子的故事 本片是俄罗斯当年度最昂贵的商业片 拍摄动用了近2000名真实的士兵 近万人的群众演员参与演出 武器道具方面使用了武装直升机和坦克等100多件重型装备 而M4机枪、T-72坦克、达纳火箭炮等先进武器也有一定的亮相 NO-9 潘菲洛夫 二十八勇士 本片主要讲述了二战期间 苏联红军一万潘菲洛夫 上将率领苏联步兵第3116是第4连的28名战士在沃洛克拉 穆斯克应勇然强的向德军发起冲击 他们坚守阵地 誓死抵抗北军 成功的阻击了德军的坦克部队 这场惨烈的战斗 将莫斯克保卫战中战士们奋勇杀敌 为英雄性干 绝世的淋漓尽致 NO-8 第九突击队 本片主要以苏联入战阿富汗事件为背景 讲述了苏联第九突击队 对恨阿富汗民兵的故事 该片是俄国首部以阿富汗战争为主题 正面描绘参战苏军的影片 在线军人的骁勇与政治的荒游 反思侵略他国的罪恶 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恨我们 向我们开枪的道理 楼西 这里的黎明镜悄悄 改变根据保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书改编 讲述了苏联为国战争时期 这位瓦斯科夫带领五位女战士 在广袤的森林中 进行激烈残酷的阻击战 最终战胜数倍于己的德寇的故事 这部电影早期版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引进中国后 其影响程度之大 深入人心之强 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而他就杀等电影插曲 更成了无数人的至爱 楼六 冰临城下之决战要赛 改篇改编自俄罗斯作家 谢尔盖谢尔盖的小说布列斯特要赛 讲述二战历史上著名的布列斯特战役 本聘以红军小学员的视角 向观众呈现了这场史上较战时间之长 红军战士之勇敢蛮强 战斗场面之外 惨烈悲壮的真实场景 在烘托宏大主题内涵的同时 激战场面扣人心弦 空袭 爆炸 火炮 坦克重机枪 火焰喷射器 加之大量烟火 音效 特技的运用 战争大片所包含的元素精彩呈现 视听效果空前震撼 能无 新鲜敢死对 故事背景 1944年 苏联边境的德军正在紧张 在准备着大反攻 为了了解敌军的动向 多位优秀红军战士 奉命潜入到了敌军阵地的最前线 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最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LOS 风暴之门 本片主要讲述在车臣战争时期 俄军一个战斗连队 被派到一个四面环绕巨岩的狭窄山区 阻止一伙匪徒通过这个峡谷 没料到匪徒人数达到一千人 并很快的进入了他们所在的阵地 冲突迅速变成了一场血腥的肉搏战 本片战争场面相当真实客观 并且具备很强的可看性 更重要的是片中对苏式常规武器 来了个集体检阅 从直视步枪AK-74 到米24磁路武装直升机 这些文明世界的经典武器 被无限度全方位的余裔展现 片中米24强大的攻击力 第一次作为电影镜头 有着强大的视觉震撼 对于真实题材的爱好者来说 完全是不错的的选择 LOS 3 莫斯科保卫战 本片主要讲述了1941年6月22日 巴西斯德国籍中了190个师的兵力 以闪电战术入侵苏联 苏联影准备不足 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 德军直屈城下 双方在莫斯科展开了舒死决战 本片由前苏联政府支持拍摄 前后拍摄历时两年 耗费巨资 拍摄场面红打壮观 约有5000士兵 近1万名群众 250名演员 202年摄影师参加 片中从德 苏双方的高层角色至基层部署 从后方维尔至前线战场 真实 辉红的展示了莫斯科保卫战权过程 全片本上下两部 每部上下两集 共四集 能二 猎狱 本片是一部以第一次车程战争 为背景的战争片 该片讲述了俄军一座野战 惨遭车城恐怖分子袭击的故事 这是俄罗斯人自己拍的关于第一次车程战争的电影 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训练的士兵 残酷的巷战 血腥 惨烈 自始至终贯穿影片 没有指挥官的 也没有正义对邪恶的藐视 真实的战场表现是本片最大的特点 摄影师用写实手法 刻意拍摄了许多以往战争题材 篇所谓描绘过的惨烈场景 这是一部典型的低成本影片 虽然没有特效 画质粗糙 简直混乱 但对战场惨烈的近乎真实的刻画 是其他影片所不能比拟的 这部影片是看过最震撼 最惨烈的战争片 在此强烈推荐大家看看 能一 解放 本片是前苏联战争史诗剧片 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场 号十四年拍摄完成 共五部 分别为 炮花弧线 腿 主攻方向 柏林战役 最后一击 影片的时间跨度从1943年夏天 一直到1945年5月 冲转入反攻的库尔斯科战役开始 随后是红军强度地涅薄河 解放基佛 收复白俄罗斯 东欧 解放波兰等东欧国家 直至最后攻克柏林 片中宁可在无名英雄 目的一句话 至今仍激励这世界上 爱好和平 德国家和人民 你的名字不文于事 你的功气永垂不朽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